咣!咣!咣!咣咣!"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怡顺 这是我的柴犬妮子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 我的狗, Show brands 我们觉得什么 因为在它差不多四个月的时候 有一次我们帮大家去鲁鲁人 那公鲁�室就告诉我们 哎 你的狗没有那两根小胖的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 正常的狗都有两个小蛋蛋 那个膏丸 所以我们当时是吓了一跳 而且我们真的是没有看到有 然后也是有点生气 以为是我的刺者 怎么骂了一个有问题的狗给我们 后来我们去了解了一下才知道 原来是因为可能它的发育 小蛋蛋还没有推出来 所以我们也是请教了一些人 就知道原来是可以通过 一些正确的按摩的方式 可以帮它慢慢地把那个蛋蛋推出来 好 我们有请我们的John 好 现在我就做一个示范 其实它小的时候 这个蛋蛋是没有的 那么你就要用你的手去感受它 其实你感受的时候 你会感受到这里有两粒球的 然后你就这样很轻轻很轻柔地 你这样慢慢推 慢慢推 往外推 推出去 一天大概三到四分钟就可以了 然后你推了大概一个月左右 你就看到开始它的蛋蛋就出来了 然后之后哪怕我没有推 这个蛋就出来了 好 我们谢谢刚才John的示范 那其实为什么睾丸对这个公狗这么重要呢 因为原来在柴犬里面很普遍的一个问题就是 它们的睾丸会隐藏在里面没有出来 那如果到了六个月大以后还是没有看到它那个蛋蛋的话呢 它就有可能是患上了这个银睾症了 那这样会影响到它以后没有办法生育 甚至也是有一些荷尔蒙的问题 然后也有可能会患上癌症 那最近呢我们是跟一些 我们有跟一些 彩犬的狗主做交流啦 才发现原来呢 有一些呢甚至是没有办法之下呢 也带去做了手术 所以为了狗狗的健康呢 我觉得趁早去检查 那希望呢 这个我们刚才的分享呢 可以帮助到大家 谢谢